食堂今天的话题很有趣 谁敢说人生不需要规划 又谁敢说人生一定会遵照的规划来走呢 我们今天请到两位好朋友 来谈谈他们人生的意外跟转变 郭艳甫跟温世凯 这个人生的转变是你始料未及的 我从来没有觉得我要来当艺术家 我认识他的时候我非常不喜欢他 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华仲其仇 就这么简单 因为我知道他不是一个那么好 那么好讨好的对付的人 对不是那么好相处的人 他就回答了DG和你自己说 我说哇那你有那么老啊 其实这个是我大概上个月画的 卡路易斯 张哥你应该知道他 当然知道啊 谢谢幸福保持人啊 创地造人啊 我后来遇到他了 我记得最清楚有一次 他看到那个101大楼 他就想说我想画101 这位老兄竟然把刺激停在马路上 画就开始摆开来 摆开来回我一句话 没有水帮我去找水吧 我就拿着一个桶子到附近到处去跑 最后跑到101里面去弄了一桶水 他是刻意要展现让其他过去的人都看到 大明星在画画是矫情的 还是他是使爱画画这件事情 所以刚开始你觉得他在矫情 刚开始真的觉得 对啊 有没有搞错在大马路上面 你说对不对 在大圆食堂 不只有好菜 更有好故事 谢谢大家 听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